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那是廢話,不是應該的 只是你不能說 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可是明明就是正媒合一的政治體制 當年黨政軍推出媒體是誰講的 結果現在是黨政軍進入媒體 然後每天用名嘴、側翼 反對你的全部都打成中共同路人 蔡英文總統講話的實質內容 其實跟我們平常在講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說我們常常會覺得不服氣的 就是說為什麼他講就是台灣價值 然後我們講就是中共同路人 他其他四個堅持 第一個 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那是廢話,不是應該的 只是你不能說 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可是明明就是正媒合一的政治體制 當年黨政軍推出媒體是誰講的 結果現在是黨政軍進入媒體 然後每天用名嘴、側翼 反對你的全部都打成中共同路人 然後在自己同胞裡面製造敵人 這才是這種覺得不對的地方 至於說 那個其他 這個 台灣的主權不容外來的這種 這種 控制的侵入 本來就是這樣 你說台灣前途叫台灣人民決定 這本來也是應該的 至於說 台灣跟大陸 治權不基於對方的 控制的區域 這也是政治上的現實 只是說看你要怎麼去講 我倒覺得是這樣 講話的實質內容應該 應該是符合台灣人民的最大公約數 這沒有問題 只是說重點是 這是現實 但是 在現實它是怎麼做的 未來要怎麼做 這要討論 至於說 這個我在跟大陸方面 我們台灣跟大陸方面 的這種 很多這種意見不一致 所以我才以前講說 那五個互相 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其實最難的是互相諒解 中華民國110年 有人刻意要從1949年 才算起 所以我知道那天 其實我坐在那裡 你不要看我在打瞌睡 所以聽到那72 覺得很奇怪 這72數字從哪裡來的 我特別想了一下 所以這樣 有時候 也許蔡總統有她的堅持 她的考量 只是說 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像我就 我倒覺得這樣 這個就給蔡總統去解釋 他為什麼刻意要講72 我知道他的算法 但其實我算好半天 是從1949年 國民黨敗退來台灣 與大陸分治 他是從那個地方算起 才是變72年 至於說 他為什麼刻意要這樣講 那是蔡總統講的 我又不能替他解釋